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的同学能够了解到环境教育的一个重要 那透过一个讲题 那透过一个实地的一个学习参访 让我们的环境教育能够落实在我们的 这些小小主播的一个身上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小小主播影的第二天的课程呢 我们早上是做 节律偶尽环保未来乌乌的环境教育的课程 那今天早上包含了DIY 然后跟课程的部分 就是希望大家以永续环保的一个观念去做这些记录 然后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情 DIY的水跟植栽 那这样让我们可以了解到鱼菜共生的概念 就是让水能经过进化之后 再重新回到植栋的生长 就能减少很多的污染跟资源 这样 这一次这个环保主播影呢 学习到怎么当一个专业的主播 也学习到一些关于环境的议题 还有保护 就是用菜 然后可以用水的方式 然后一般用水 然后让水在一边形成 然后生生不死在这个细节上 小家环保主播影 在 中文字幕提供